新加坡人力部引入了新的EP续签制度,适用于2024年9月1日或之后到期的EP。 续签申请者必须通过两阶段的资格框架。 第一阶段,薪资门槛。 第一阶段中,申请者必须达到EP新资门槛。 该基准与前三分之一本地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和技术人员的薪资水平按年龄划分一致。 金融服务行业除外,各行业的薪资门槛从每月薪币5000起、23岁到薪币1545岁及以上。 而在金融服务行业,最低薪资门槛从每月薪币5500起、23岁到薪币11545岁及以上。 自2025年1月1日起,新申请的EP新资门槛将调整为至少非金融服务行业的新币5600和金融服务行业的至少新币6200。 修订后的新资门槛也将适用于2026年1月1日及之后到期的EP续签。 第二阶段积分评估Compass框架 第二阶段中,除非有所豁免,申请者必须通过基于积分的Compass制度。 有意顺利通过的申请者需要在六项中累计至少40分,满分为110分。 一、申请者的薪资反映薪酬所象征的竞争力。 二、申请者的资格考虑教育和专业资历。 教育证书也需要通过人力部所指定的程序进行验证。 因此,有些证书则需要第三方进行验证。 三、国籍多样性评估对雇主国籍多样性的贡献。 四、对本地就业的支持评估促进本地就业的贡献。 五、行业特定技能短缺。 识别行业内的关键技能差距。 六、战略经济优先事项与国家经济优先事项保持一致。 运薪达到至少为新币22,500的申请者免于Compass制度。 这与2023年9月1日起现行的公平考虑框架的职位广告或免相呼应。 其他变化来自我们单一家族办公室。 SFO客户的反馈表明,人力部加强了对EP持有人的验证审查。 这包括对单一家族办公室运营地址的实地审查以核实EP持有人的在场情况, 与EP持有人和其同事面谈以确认就业的合法性以及工作记录的要求。 好,让我总结一下。 单一家族办公室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符合新的EP申请和续签要求。 这包括根据新制度的严格审查、新的薪资门槛和Compass标准评估当前和潜在的EP持有人。 提前准备将保障您获取顶级国际人才的渠道,并保持您在新加坡动态环境中的竞争优势。 我在新加坡的资深律师伙伴在帮助客户在新加坡设立单一家族办公室,及提供工作签证申请咨询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如果您需要在应对单一家族办公室或EP申请和续签的相关协助,请随时联系。 我可以安排与我们的律师会面。 希望以上信息对您有所帮助。 若您在新加坡住宅或商用房产需要协助,也请联系。 我们可以详谈。 谢谢。